幾個月前我們來到這裏的時候 見到這裏還是一個工地 丙丙白藍如火如荼進行工程 幾個月之後再來它已經落成了 多帥 究竟內籠是怎樣的呢 大家一起跟我進來 好了 開門 入得 上面見啦 幾個月前 我叫大家積極考慮一下這裏 因為這個location是非常之好 結果我自己真的有積極考慮 和我和我家人一起去買了這個單位 今天我以一個業主的身份 代表家人來收樓的 是不是很開心呢 又來開箱了 好 一進來都是一個光亮的圓關的位置 當然要脫鞋 這個時間關係我已經脫了 然後 進來了 是一個很闊落的民宿空間 有一個飯廳 也有一個睡房的位置 這個民宿負責人就說 這間民宿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電視 沒有電視也可以的特色 世界末日沒有電視看 我老公最喜歡看電視 它是一個世界電視精 不過負責人就說 扯慢 冷靜 因為這裏最大的賣點 就是有一個投射器 但是很OK 因為我以為是projector 以前中學的時候 或者大學的時候用的時候 它們的聲音很彈向 但是這裡是有環迴立體聲的 除了畫盞燈之外 它旁邊還有一個喇叭 你可以看到 給家裡的電視是大很多 那好了 然後我其實最喜歡的 就是這裡有個大露台 Come Come 它不單是單向 因為這個L型 所以連這邊也看了 是一個很開躍 還有一個賣點 就是那邊 Osaka Dom 真的看到整頂帽 整個Dome就在那邊 上次學習是怎樣驗樓 你看那些定磚 其實它摸進去 兩個地磚的膠蓋 它是不會跨的 這裡是很滑的 就是不會用一用 下的時候 你會滑上來 還有也可以看看那些垃圾的 那時候詹老師教過我 就找些銀子來去看看那些垃圾 會太大 然後也沒有一個很深陷的位置 所以其實這個地磚鋒得非常之好 我給100分 那接著就來看看這個廚房 作為一個家庭主婦我最關心的 有些日本牌子 大家就是非常熟悉的 微波爐 雪櫃 我知道這種霧逢的 廚房的這個 升盤 其實是很貴的 所以你摸下去就知道 哇 棒的東西 開開水來試試 哇 香精 而且我很喜歡日本的升盤 有很多蟑螂的功能 所以就不會失去 還有這個七寮燕機 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牌子 有些碗碟碟碟 也可以看看 哇 漂亮 好了 帶大家參觀一下這個洗手間 其實這個洗手間是做得很細緻的 首先介紹一下門 你很怕同行的人會爆爆聲 爆爆 但這個不會 它有一個油壓的 所以有一個緩衝 它就不會關到爆爆聲 吵著人 接著進來可以看看 這裡就是非常光猛 而且我亦都很喜歡這個洗面盤 夠大 這裡你可以放那些 就是禄口鐘、牙膏 所有的護膚品都可以放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 哇 我家也是在用這個牌子的 這個就是很快吹乾頭之外 也可以保護頭髮的 所以你看我頭髮多順滑就知道了 洗衣機 必不可小的民宿裡面 因為預大家可能住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所以每天天天洗衣服都可以 那你洗衣服之餘 你怕不乾的時候 可以進來 也都是必不可小的 這裡 在這個peat的series裡面 它是有浴室寶的 在民宿裡面也很難得 有一些浸浴的地方 還有也可以淋浴的空間 兩者二選其一 也是適取磚店的 還有我進來這裡 其實很喜歡一個位置 就是這個 哇 這個廁所 這棵牆子都很漂亮 在一些廚房或者廁所 這些細節位置 它都很有心思 是一些很有風格的設計 還有 這個是一個名次 不是一個客次 所以大家很放心地去辦公室 嗯? 誰找了我? 哇 這些房道設備在民宿都有 真是不說行 誰來的? 咦?我的工作夥伴 喂 什麼事? 吃飯啊 嘩 吃飯啊 這個最重要了 好了 這件事大家住在這裡 是不是非常之安心呢? 外面有什麼人在這裡 一目了然 免得等他等那麼久了 我要出去和他吃飯了 拜拜 拜拜 吃飯啊 yeah their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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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